吃一口就让你腊两头的印度炒饭你见过吗 在印度街头有这么一款极其销红的火山炒饭 敢吃的那都是狠人啊 其制作工具也相当的复杂 大铁锅里先前前打底一层萝卜丝和包菜丝 提前煮好的隔夜米饭糕里头 直接垒成小山状 大哥四锅齐开一点不含糊 果然是一生要强的三哥 另一边助手已经开始打理火山炒饭的酱汁了 这一大锅红糊糊是西红柿和印度的魔鬼辣椒 色泽看着就相当得近 来上一口皮燕子怕是就保不住了 米饭准备完毕后接下来就是重口气了 先来一点胡椒粉糕里头 再用勤劳的右手掂量一些盐巴糕里头 这一步骤很关键 提前就靠这一招了 随后大哥再次打开一包新的盐巴糕里头 别问我为什么要加两次不一样的盐巴 问就是好吃的秘诀 简单的调味过后就是点缀了 一大把葱花糕里头 你别说这炒饭的做法真像那么回事 搞完葱花后就是火山炒饭的灵魂了 一大勺密制辣椒酱糕里头 这就是鼎鼎有名的魔鬼辣椒制作而成的酱 一口就能让你好吃的说不出话来 紧接着又是一碗酱油糕里头 提前熬制好的西红柿辣椒酱糕里头 这用量真真是拴Q了老铁 加完辣椒酱大哥还嫌不够给力 一大把辣椒粉糕里头 重头戏都搞完了 这下大哥终于腾出手来 关照一下他的火焰丸子了 这是个什么玩意不好说 一会吃了你就知道 大哥用他的无情铁手 直接从油锅里拿出丸子 这一招得相当谨慎 手指数量有限的朋友 不要轻易尝试 这时候一边的炒饭 也闷煮的差不多了 大哥开始用他的无情铁铲 霍龙霍龙米饭 这铲一下敲一下的手法 是有什么讲究吗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大哥表示这样炒出来的米饭嘎嘎好吃 就是容易的尖周眼 在大哥自自不倦的霍龙下 平平无奇的炒饭瞬间 就升华成了火山炒饭 而另一边的平平无奇炒饭 以弦弦交给助手把控 为了贴合火山炒饭这个称号 大哥开始给炒饭傲造型 将炒饭中间挖空 做出火山口的样子 再来点葱花精致下摆盘 这样一国销火那火山炒饭 就完成了 另一边火山丸子也制作完成 搭配火山炒饭一起吃 更给劲 吃完你不火山喷发酸物书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问就是多么痛的领悟 好